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病毒离我们非常远 最新的一个报告是BBC所报道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紫卡病毒事实上在非洲跟亚洲 某些地区已经潜伏非常多年 他们认为未来可能会有20亿人 感染了紫卡病毒 而最新在亚洲扩散的地点 其实我们台湾人常常往返新加坡 新加坡日前才宣布 正在研发一种快速筛检器材 能在三小时内检测出紫卡病毒 且正确率高达99% 很快就能上线替该国做好抗病毒准备 赎料紫卡就在当地爆发大流行 自8月27日确认熟利本土紫卡病患以来 短短不到一星期 病患已突破150起 且不止一名孕妇感染 我并不太担心 因为它们主要很强 根据新加坡通报的紫卡病例资料 病患绝大多数是外籍劳工 从事建筑和海事部门工作 13名印度人和23名大陆人为最大宗 但多数已经出院 这个号称亚洲最干净的国家 过去因地处炎热多余的热带 始终为登革热所苦 如今 基于资卡与登革热的传播管道 同为埃及斑纹 新加坡对此也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相信 即使是极少的病霉纹 也能引发大规模感染 再加上每一个确诊案例 都意味着还有四个潜伏个案伴随 新加坡卫生部不断透过舆论提醒 高峰可能还没过去 新加坡的资卡疫情 让东南亚各国绷紧神经 因为不止在新国国内有扩大趋势 邻近的马来西亚一号 也出现资卡感染首例 这名58岁女性先前 曾复兴短暂停留三天 犯过一周即出现发烧等症状 而她住在新加坡的女儿 现夜确认遭资卡病毒感染 马来西亚卫生部推测 应该是去过了疫情爆发区 世界卫生组织忧心 亚洲各国陆续出现多起资卡病例 除了新生个案的马来西亚 其他包括孟加拉 菲律宾和疫情最严重的新加坡 整个疫情扩散程度 已如同紫卡在巴西出现后 迅速向北美蔓延 美国佛州迈亚密日前便已证实 除了确诊病例 当地海滩还出现了 攜带紫卡病毒的蚊子 迈亚密市长努力想淡化紫卡威胁 但事实上当地自8月初发现首期 本土紫卡病例 两星期后 迈亚密海滩南部已有偶然感染 随后逐步扩大 目前光是佛州 总计已出现47例本土感染 一届也莫不积极投入 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 有三种现存的抗癌药物 已经可以有效对抗紫卡病毒 不像过去从零开始慢慢研发 这种近期兴起 藉由这种药物再利用模式 来因应疾病的大规模流行 确实是患者的一大福音 近期在《自然医学》杂志 也有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 科学家们已从正在进行 临床试验的6000多种药物里 确定了几种潜在 可治疗紫卡病毒的方法 不过专家也提醒 简单草率地阻止细胞死亡 也可能导致慢性感染 延绕病毒繁殖蔓延的时间 呼吁面对自卡大流行 一切用药必须格外小心